为改善续职产业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并提升台湾续产竞争力 民国105年台唐就开始着手 东海峰续职场的重建计划 而历经多年努力 目前园区已经进入市运营阶段 包含建造有密闭式负压水帘株设 区域轴气中心 轴气发电系统 废水处理设施 以及结合环境教育与观光的展示中心等设施 我想我们最大的特色是 我们把传统的租场改造成为 一个能够符合现代生活环境需求的一个场域 让它从以前一个肮脏臭 然后老旧的一个租场 改造成为可以跟社区共荣共存 而且对于环境友善 对于租资友善 还有零排放零废气的一个场域 我想这是大家对于我们养猪产业一个很共同一个期望的一个未来 期盼与社区共荣共存 以环境友善为主要宗旨 在去年底原区也通过BSI循环经济国际标准的审查 成为全球第一家取得该查核生命书的续职业者 把这些脏臭 把这些环境上面的负面的一些因子 我们把它排除掉 然后变成一个绿能的租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会有早气发电 然后我们也有太阳能发电 这个部分我们是充分的配合政府 5加2里面的新农业跟循环经济的一个理念 来改建的一个租场 那欢迎大家在未来来参观我们这个场域 那也更了解我们产业未来的发展 台套说明未来东海丰农业循环人吃 将正式启用并对外开放 朝环境教育场所的方向迈进 让民众走进养猪场 透过展示中心的AR与VR单元 认识猪的生长过程及养猪技术的提升 同时这里也是翻转续职产业的起点 未来将持续改建16座续职场 创造干净且永续的续职产业 屏东新闻 博玉婷 张志豪采访报道